把路如虎口一旦稍不留神都有可能发生悲剧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由于家长不放心让孩子自己骑脚车上学 于是便一同创建了脚车巴士街区项目 这个新颖的项目原先是由父母充当志愿者 自行护送小批脚车队 在每个星期五陪着孩子们一起骑自行车去上学 久而久之巴塞罗那市长和警察也参与其中 委派交警疏通街道 让这群孩子们能够安全地上学 看着画面中的孩子们 有的骑着脚车 有的穿着单排轮鞋 在父母的陪同下一同前往学校 那是一幅多么美丽又温馨的景象 其实这是由西班牙巴塞罗那 一众不放心孩子自己骑脚车上学的家长 发起的脚车巴士街区活动 父母之所以不让孩子骑脚车上学 是因为自行车道非常靠近汽车的主干道 而且距离摩托车也很靠近 当地民众认为 自行车道是为那些能独自骑车 并且有一定骑行技能的人而设计的 而不是为初学儿童所设计 倘若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发生意外 在设计中心的安全性 从资格车上学校 完全不同 让我希望待在图结束 因为在图中心的 因为在图中心的 我会起立在图中心的 你会起立大将 你几次用一个 以后我会起来的 我会起来的 你必须要起来的 在一部分 一部分 因为我会去买 但我会想到很多年 因为我会想到迅速的 像校车一样 脚车巴士不会等迟到的人 这批少年骑士团 会在每个星期五早上八点半准时出发 途经巴斯罗纳多个据点 花上二十五分钟前往学校 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七百人 加入不同路线往各自的学校去 我们也在观察这些孩子 当他们变成年轻时 他们会有不同的经验 有不同的预期 我们也希望ивается更多的 优先进入国防央的国防央 卦拥有问题 他们需要着急io 准央空空空间 员会得到银子 采用鸥俱进去 我们也希望 在森林里的基础病 必要是更急选择 他们需要在买车数选择 更新鲜的境避养 更新鲜的原本 有更新鲜的保持 我们也希望 计划进入住 人们的连温 這項富有創意性和有意義的活動 得到巴斯羅那政府的支持後 美國舊金山的家長和西班牙 布伊諾斯·艾利斯的市長辦公室 也計劃啟動這個項目 讓孩子們在安全的環境下快樂上學 馬星社電視綜合報導